其实我们一般讲的这个open data呢 简单的就是通常指的是针对政府 政府呢因为是我们纳税人交的这个钱 所以他本身呢所收集到的资料量 是最大的跟我们每个人有关 所以政府资讯呢本来就应该透明公开的 不过呢在透明公开的过程当中 也牵涉到说这个资料呢 到底要开放什么样的资料 他的这个收费方式是不是要收费 特别是原来很多的资料都是要收费的 他未来呢该不该收费 他的授权方式是什么样 例如说他是有没有版权上面的问题 可不可以加值再利用 或是说第三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资料格式的问题 所以open data呢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但是他背后呢代表的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过程 或是这个政府的资讯 跟民间的相互的一个公开一个对应的一个程度 所以这open data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做起来呢有时候政府open的如果只是一些项目而已 没有很深入的来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的话 其实这个open data可能是失败的 所以呢他也需要一些民间的人士 或是产业界的人士共同的来参与 政府资料公开的局限性呢基本上 像我们过去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虽然政府呢 他也全称以前就有政府资讯公开的一个方式 这个资讯公开呢就是他把所有的资料公布出来 可是呢我们政府呢也需要做到有感的政策 那有感来说的话他就是做了一堆 这种认为他民众可能有感的 可是使用者用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的一个产物 因为我们政府呢其实并不是像商业上 或是民间有那个直接的一个需求 所以他设想出来的一些点子呢 资料公开的点子其实可能都不是民众想要的 他也没有办法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潮流的一个趋势 所以政府资料公开呢 他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局限性 他到底要公布什么资料出来 他是不是要问到一些对的人 或是说使用者在什么地方 或是说他公布这个出来的时候呢 有没有任何机密上 或是说这种所谓隐私权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资料公开本身呢 他有他的一个局限性 另外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所谓国家安全的问题 例如说有些资料 他是不是公开出来之后会引发 他国际上也可以拿到我们 很容易拿到我们资料 会造成这种授权上的一个问题 或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资料 我们到底全世界 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到底说哪一种方式是代表说 一个部会或一个单位 他这个资料是品质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呢像样都需要一些 建议的一些指标 或进行的一个方式 我们后来呢 我个人接触到open data 其实只有几年的一两年的时间 甚至呢我比较详细来认识open data 也是这半年的事情 可是我呢就特别发现到 其实这个问题呢 不是open data这么简单 这个八个英文的这个字母 就可以来了解的 它其实就非常密切的 或是非常深入的含义在这个里面 感谢观看 这就是这个字母